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人文知识 法律 这类似的社会知识 特别是最近两天的南非 南非也在中国提的很多了 好像是曼德拉就是南非的好朋友 曼德拉也有点搞社会主义 把白人赶走 建立了一个纯粹黑人的社会 现在南非呢 全面反政府 反社会主义 反中国 最近把中国的购物中心 通通的一扫光 全部抢光 抢都还不出 打砸抢都还不出 一把火全面焚烧 这不仅是南非呢 这不仅是南非呢 就在古巴也是这样 在最早 最早印度 不是最早印度 最早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以及印度之辆 他们反华更厉害 通砍通街 通杀通抢 他们反华更厉害 更臭 但现在呢 由于美国呢 比较文明 只是 口炮而已 形式上这个 制裁制裁而已 形式上不准一些留学生 来美国 但是 不管你怎么搞 掩盖不了 人类社会都有病毒的追究 这不是老国要能够掩盖的 一定会要追究 南非就是因为 中国病毒 中国人在那里 推行社会主义 南非的着马 也统治了这么多年 南非跟中国共产党 是非常的关系好 南非人民也知道 因为死报有篇文章 说任何人都有 忍不可忍的时候 南非到了忍不可忍 古巴到了忍不可忍 印度到了忍不可忍 美国也到了忍不可忍 英国也到了忍不可忍 全世界几十个国家联盟 围堵中国 忍不可忍 英国最忍不可忍 英国最忍不可忍 表现的是什么地方呢 英国的军情六储 军情五储 军情五储 发表了篇文章 中国 中国网上折捕 中国武马 中国网上偷东西 英国把它定性为恐怖主义 OK 恐怖主义 全世界对中国在新疆的责民 叫做反人的罪 最近一直以来 中国提起黑弹 要摧毁人类 要摧毁美国 前段时间要 倒弹攻击澳大利亚 最近要用黑弹 摧毁日本 用导弹推回日本 用黑武器 摧毁日本 难道全球反华没有道理吗 难道全球不该反华吗 仅凭你提起黑弹的威胁任何人 任何国家 全球反华都是应该的 这也不是全球反华了 全球黑弹对准中国 终于迎来一个全球黑弹攻击的一个地方 本身中国的周边全是黑弹国家 你算算中国周边 俄罗斯 你中国人吃不完斗着走 印度 四四一人 打死你 超线 你自己把黑弹放在超线 超线 一旦超线一旦封了 就把黑弹就不打过来 又引爆了一行 接近引爆 接近的东上人就没有了 然后日本 你共产党不能了 美国就放开日本 允许日本发展军事 军队正常化 允许日本 动用黑武器 保卫他的国家 保卫掉一岛 你中国打日本 日本的黑武器 不会落到你北京 不会落到上海 哈哈 你可能打不到上海 可能他就打到你上海了 韩国也放开了 韩国发展这个军事 对准中国 台湾 美国要在台湾建立一个 迎接中国 战争的桥头吧 台湾就死了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死了 难道全球反华没有道理吗 中国 你不仅要打台湾 要打澳大利亚 要打日本 要打美国 他要摧毁地球 哪一条中国都跑不了 所以全球的黑弹 对准你 中国人准备好没有 当然 中国国内的人 可能好多人完全没有 概念都没有 想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因为国内的消息封锁的非常怜悯 也不能谈这些事情 但我们在海外 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最近习近平 把印度无可奈何 跑到印度去 跟墓里 到什么地方 到唐僧取经的地方去 建墓里 建墓里干什么 建墓里是 讨好 不敢跟印度开战 印度 印度早就说了 印度可以直接打到北京 你北京 你敢说 你直接能够打到 打到印度的 任何一个地方吗 因为印度说了 直接打到北京 你中国人不会支持 当然中国人不会支持你了 现在是全球繁华 已经到了如何如何 在中国大陆的人 我不知道中国人有什么想法 有准备没有 现在的繁华 不是一无国家 是全球 不仅仅是 像印度尼西亚 通街通杀通墙 现在还没有杀里 没有墙里 大家都用盗弹队准 不是其他人 在中国大陆的人 就是说 跟海外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就在海外的华人 到全球繁华的时候 你海外的华人 你怕得了吗 不是其他几股力量 就凭黑人这个力量 你病毒上了黑人 就凭医生这个力量 这两股力量 就会把所有华人 全部剿灭 中国人准备好了吗 中国人所有的平台 所有的媒体 全力在支持中国 支持共产党 你看哪一天的海外 海外的平台 海外的媒体 华语圈也好 或者是英文平台 也就是华语 华语频道也好 都是一样 不谈设置问题 不敢谈设置问题 好好中国 但是呢 人类追究病毒的远远 是不可能停止的 不管任何人 不管任何人掩盖 都掩盖不了 何况最后 帮助中国共产党 掩盖病毒的人 以及掩盖病毒的国家 包括科学家 或许都会 都会被人类的追究病毒 这个浪潮 淹没掉 中国人准备好了吗 全球繁华 你吃得了 你跑得掉吗 在中国大陆你躲不掉 在海外你跑不了 你往哪里跑 谢谢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 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推特 我的推特是 长期被封闭 被限制流量 现在限制了一年多了 现在限制了两年了 就是最近一年多了 是每天只能减少 不能增加 这几个月还增加了一点一点 那是假的 一直在限定我的流量 所以希望朋友们 订阅我的YouTube 关注我推特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和一圈的朋友们 收藏我的 中国画 China Painting 也是中国人喜欢的 花莲画 亲爱的朋友们 See you tomorrow night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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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